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挝店长 现在在老挝的首都万象 有好几天没有跟大家更新视频了 可能有一部分粉丝知道 因为我的小孩呢 刚刚是在老挝这边的医院出生 因为是第一次做爸爸 而且加上老挝这边的条件又非常的有限 像那些国内的月子中心啊 还有月少这些家政服务呢 在老挝这边是一概没有的 所以呢 最近这几天呢 忙的是天昏地暗 所以就没有顾得上这个视频的更新了 所以呢 今天要向一直关注店长的朋友们呢 说一声抱歉啊 后面店长的视频呢 会陆陆续续的正常的更新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小孩在老挝这边医院出生所花费的全部的费用 因为网上呢 大家关于老挝这边的医疗啊 非常的好奇 很多人说老挝这边的医疗是全部免费的 也有人说老挝这边的医疗是非常的便宜 还有甚至说呢 老挝这边的医疗是本地人一个价钱 我们外国人一个价钱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几天在医院一共是住了四天所花费的全部的费用 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跟网上说的那样非常的便宜 或者是我们外国人一个家 老挝人一个家呢 我们最终决定让小孩子就在老挝这边出生呢 其实一半是迫于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无奈 因为来去都是非常的麻烦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对于老挝这边医疗条件的一个真实的认知吧 因为可能大家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甚至我的家人都觉得老挝这边的医疗条件非常非常的差 就是如果是在老挝这边生小孩的话 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 那么一说到老挝这边的医疗条件呢 可能大家马上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感觉他们的这边的医院啊 和我们国内一些小镇上的诊所差不多 甚至呢连一些村里面的诊所都不如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在老挝这边可能他们农村的医疗条件确实比较差的 但是呢 在老挝这边一些大的城市 像他们的首都万象呀 像朗伯拉邦呀 还有沙湾纳吉这些比较大的城市 他们的医疗条件还是可以的 也是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一些医院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呢 我们中国每年都会派一些专家团队来对口的原件老挝 像我们这个万象有一个103的拼医院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边呢 就是我们中国西安的西津医院对口原件的 每年都有非常多的西津医院的这个专家来到老挝这边来给他们做这个技术指导 包括他们医院现在最新的门诊大楼都是我们国家原件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老挝这边啊 在一些大的医院呢 经常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医生的身影 而且呢我们中国现在可以说是老挝这边 就是医学啊 留学生的一个大国 在老挝这边一些条件好的一些年轻的医生呢 都会被选送到我们中国去交流学习 所以呢 在老挝这边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经常可以发现有很多会说中国话的医生 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在老挝的华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住院的全部的费用 因为我的小孩呢是泼妇产的 所以呢我们在医院里一共是住了三天吧 应该是三天 然后这个是手术的费用是360万老挝币 然后病房呢 我们第一天住的是一个小的单人间 然后是15万老挝币 后面换了一个大的单人间呢 是25万老挝币 里面设施应该算是比较齐全的 大概有50坪左右吧 应该有50坪 因为像有一个客厅 然后有这个卫生间 两个卫生间 还有空调啊 这个冰箱 还有这个床铺沙发啊 这些全部都是有的 条件还算是不错 这个呢是25万 总的呢三天花了65万老挝币 然后检查的费用加在一起呢 是40万老挝币 然后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药费呢 加在一起是87万老挝币 然后这个手术期间 我给他们的这个小费 包括找这个病房嘛 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他们的病房是非常紧张的 基本上是拿不到这个VIP的病房 然后给的这些小费呢 一共是给了260多万的小费 所以我们这一次总的花费呢 如果不算这个小费呢 是500多万老挝币 折合人民币呢 是3700块钱 如果算上这个小费呢 是800多万 然后如果算成人民币呢 是5400多块钱 这些呢就是这一次 在医院所花费全部的费用 不知道放在国内啊 是贵还是便宜 因为现在我也不太清楚 国内的一些政策 像什么很多的医保呀 还有甚至这个生育津贴之类的 就是在老挝呢 是实打实的花了这么多钱 而且这个呢 是和老挝人同一个标准的 不存在说呢 是我们中国人一个价钱 然后老挝人本地人是一个价钱 其实花多少钱呢 并不是很重要 不过我这一次去老挝医院 这几天呢 真的是让我对老挝的医院呀 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 就第一个就是 我感觉他们的医院的 这个服务态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我们在老挝这个医院里面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去问到医院里面的 任何一个人 哪怕你遇到 在路上遇到是这个院长级别的专家 还是一个普通的扫地的一个阿姨 就是当你有问题 你去找到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非常热情的 把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呢 来告诉你 这点呢 我感觉是对我来说比较震撼的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做这种恶意的对比 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 有遇到过一些情况 而且是非常多次的 特别是一些大的医院里面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我们往往在一些比较着急的时候 或者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我们经常会问一些比较小白一些的问题 但是我在国内的 有非常多次的在一些大医院里面问那些岛医台的护士 人家都是非常冷冰冰的回答 或者是有时候直接写资料啊 都懒得跟你抬头的 跟你冒一两个字 有时候如果他讲话声音小一点 你还听不清楚 你问第二遍的时候 人家就直接不理你了 这个是非常的常见的 不知道大家在国内有没有这种体会 第二个让我对老婆医院有比较大的一个认知改变的就是 他们的卫生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虽然我们在外面啊看到他们的这个门诊大楼 包括住院楼有些甚至这个年龄都有都比我还大了 很多都是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建的 但是里面进去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他们这个地板每天保洁都是非常的干净 而且老婆人呢他们不管是去这个门诊室里面 还是病房里面都是要脱鞋的 所以呢他们这个整体的卫生的水平呢 我觉得是非常高的 最后一点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这个小费的问题 很多人说老婆这边办很多事情的时候呢 都要去给小费 甚至呢像医院里面有很多医生啊 主动的跟我们来索要这个小费或者是红包 这次呢我的小孩在老婆这边的医院出生呢 其实我是给了小费了 刚才也给大家算了 一共是大概给了两千多块钱 这个小费呢其实是我主动给的 并不是医生啊主动来找我要的 因为我去医院之前呢也跟老婆这边的一些 就是当地人啊他们打听了一下 就是去医院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做手术啊 破妇产的这个生小孩的 需不需要给一些小费给医生 我也问了很多人 大部分人的建议呢都是说给一点小费会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这个多与少呢其实他们没有要求 而且这几天呢在老婆的医院呢 确实没有医生主动跟我要小费这种情况 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比如说给钱的时候 你多给一点呢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所以呢这个小费呢在老婆这边的医院 呃不能说是贪腐比较严重嘛 只能说现在大家都比较正常化 就是大家没有特别去抵触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呢可能已经形成了他们这种小费的文化吧 就是他也不要求你给多少也不会主动跟你要 如果你给他就接的就是这样的 好了这就是我这几天在老婆医院的真实的体验 今天呢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对老婆的医疗条件呢 有一个新的认识 好了感谢大家观看电档今天的视频 关注老婆电脑带你了解真实的老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